霹靠山 上不去了啦 你小心點 推进的时候吗 先生 要烦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到这里 这个波也太斜了 小心一些 阳梯 你不是啊 什么 现在完毕没有 告发严重啊 还行吗 起来 起来 爬了一个波 没有力气了 小乐习大妈 现在我们是在 向格里拉 都往雅定的路上 这边是什么老路 非常躲非常斜 前面还是雪山 你说还要翻过两座雪山 现在海拔是十千多米 十千多米 我们连化油器都没有调 等一下可能真的要推车了 前面有车来了 走吧走吧 拜拜 他们是等那些灰尘 散一点的上 不然他看不到路 我们也等一下了 太大灰尘了 我们插不了车就麻烦了 你不要想着超车的危险 你不要想着超车的危险 西多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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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我是洪基 现在我们在香格里拉 阿丁的这条路上 我不建议这条路走 不建议走这条路 这条路真的太难走了 我们的摩托车没有了 这边走的快速是走 西游山的沙拉山 嘿,大家好 我是洪基 我现在说话很小声 因为我现在在海拔 海拔四千九差不多五千的山上 海拔是这边的老乡告诉我们的 然后我现在高反严重 我的摩托车终于被我推上来了 也不是推上来的 是开上来的 半推半就就上来了 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压五排量的话 一个人 最好调一下化油气又没问题 两个人的话,我现在化油气又没调 油又快没有了 要拉这么多东西 我真的是很累的 唉,这是我给大家 大家的经验 如果大家一定要来的话 带多两瓶油 这是必须要的 唉,我觉得我们这里都能上来了 去西藏应该没问题了 去西藏那边应该不用调化油气 我的车应该不用调化油气 都能上西藏最高那里 好像一点毛运都没有啊 一样能上啊,我的化油气也没有调 我大家保险期间 最好还是调一下吧 我不是多说话了 大家看一下雪山我就关掉了 啦啦啦啦 喜欢我的视频 先看正门 拜拜 慢慢来哦 这边浓雪 然后那边已经进了一个水了 你下次好慢慢起过去 我来慢慢 我先走吧 你小心一点哦 你先走 慢点哦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过去了 有个鞋子里就湿了 哎呀,可能有点缺氧 不是,它是给我的西洋 在香格里拉西洋的时候 是没有味道的 在这里吸 在这里吸的话 就有一股 清清香香的味道 爽不爽 好漂亮哦 现在这里是海拔 海拔四千九 海拔四千九 真的是雪山 没那个薪质 有薪质我可以去排一下 不吸的 雪山下,你看起来好黑啊 我还没那么严重 你多吸一点 没事,没事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 拜拜 雅丁那边有好路了 雅丁那边有好走的路吗 雅丁那边有好走的路吗 好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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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汽油 今天晚上必须要做汽油 你油箱把汽油倒进去 很要命啊 油箱不够就很要命啊 酱油箱 涼油箱 嗯 你这边可以 可以卖减桩油吗 没有 沒有 都没有减桩油 没有 这天有 买到啥 买了啥 买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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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啥白油 小梅布有 有 下课一下 小梅布 早早就没有 没有就没办法 有,这边有,一公里都没有 一公里都没有,要上去吗? 就下面好路,一路下去就是了 嗯,就这边,一公里都没有 我现在在这边藏族的一个老乡这边 你是藏族吗? 嗯,藏族的一个老乡这边 然后,非常感谢他给我们喝了一点茶 然后等下准备下山,下山那边去找一下 有没有住宿或者加油的地方 这边挺,挺难走的 希望有事,请我走,嗨 刚才我们在山脚下 然后,刚好遇到几个藏民朋友 他们就热情缓带了我们一番 本来想他在他们这边住 但是他们这边没有汽油 他们就叫我们去赶紧去山下扫汽油 我们临走的时候加了一点热水 准备晚上打帐篷 他就给了我们两根火腿叉 好感动啊,真的好热情 好饿了,我们现在,要现在吃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们,拜拜 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带这个,安全 走 好,慢点啊,拜拜 千万有忙 好 非常感谢啊 你们都说是没有汽油的 没汽油,那加啥油 加什么油,没汽油 柴油啊 柴油啊 你们是柴油车是吧 不是 我们就是找你们要汽油 哈哈,我们也就是没有 闪灯了,快闪灯了 快了,哪里过来的 我们从亚丁过来的 亚丁啊 亚丁啊 亚丁过来,一百多公里 我们 你们估计要到亚丁才能加油 一半钟从亚丁过来的 对,还有一百多公里才加到油 这边过去还近一点 这边过去 都是上坡吗 嗯 不是,一路过去是下坡 基本上 这一路过去基本是下坡 那那 然后过去好路要爬山 爬一座大山 过去你下坡之后 这有一座大山 嗯 四千多米 四千五 有一个四千多海马的 但是那路路很好 我们刚刚说四千九过来 四千九过来 四千九 然后 我拍个视频啊 前面啊 不是,这边 到那个 能加油的地方 你想太多了 一百多吧 一百多 一百多 你十一点从上坡之下走的 十一点 我现在马表是 六一三几 我来的时候才六一二几 一路过来都没有看到一家人 那那只好这样了 嗯,先问一下 用酒后上面你都问哪 没有,那我们有没有帐篷 没有 我问了两个地方 有帐篷的话 可以试一下帐篷 就只有两个地方吗 他这里 应该不是你 南车也拿了五六辆也没有 他们说那个 你小时过不来 你知道吗 他们说那个奶酪厂住宿一百多 只有一辆分钟前就暖掉了 一百多 不过它是拿不了油 它那个冲不出油出来 没有那个管子吗 都没管子嘛 这谁在路上带管子啊 也是啊 这没地方吃 那也没有 碰到车人家出去也没法给你抽啊 那没办法用嘴 哈哈哈哈 那先下去吗 那先下去吗 大家再看看 大家再看一下 你到上面真的走不了 一点油浪 上面请你说那个样子的话 你也没得到 你尿是尿吗 我闻就是 我闻就是啊 这是刚刚烧不着 就是汽油啊对啊 就是汽油 就是汽油 你闻吧 你闻吧 你再闻吧 你闻吧 你再闻吧 那就弄呗 弄呗 那一瓶二十 二十五吗 二十 二十 那这一瓶 二十 这搞两瓶就够了 二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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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五 一点五 一点五成 那你们倒不减了 不是二 不是二点五成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种 所有就是这种 吹气似的 嗯 吹气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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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它就会出来了 这口有点小啊 你怎么搞进去 有什么样子 吹吗 怎么怎么断开 等一下 吹这边是不是吹了 就直接放进去 等一下 没有 没有 有用 它感觉来油了 然后往这边搞进去 那放低的 嗯 那是什么 可以吗 感觉到了吗 来 来了 还要脆一下吧 我鼻子不灵了 那是酒精 让外面垫一下 行 我拿出去搞的 拿出去试一下 它万一不是油的话 倒酸一点 真的就是 不是油吧 这个 能点吗 能点吗 闻不出来 我再试啊 能点啊 能点一点就少 你看这个 好像不如让我 能点着吗 石头上那样吗 是 哪里都行 没想到 没想到它是啥 刚刚看还能点着 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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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尴尬 我不知道 它自己也不知道 点不难吗 不好点 要点几下才能点啊 能点难不 能点难不 能点难 蛤 你点一下我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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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在 然后你就不知道 是不是 咱们游游 知道了 晚上才回来 晚上才回来 就你问一下它 它说肯定里面有去 有一个大栋里面是有的 可以问一下它哪个栋吗 它也知道 有的话早就回发生 这个开了 因为这里 拾开开 除了 你们去他家问一想 因为他家车 就是七五年 刚刚问了 它说没有 在哪家呀 这是那个小卖部的那间 这隔壁 啊 他们在煮饭那间 是太大车的 哦,这个里面是空的 镜头撞过了一下 哈哈哈哈 他们镜头撞到这边 哦哦哦哦哦 我们是汉族,我们是战族 哦,藏民是一家 藏民是一家 五十六民族是一家 啊,这些是藏族朋友 也在吃饭呢 关照你们汉族不行吗 来来来,也是藏族民族 嗯,吃饭,在这有啥吃的 看一下 这是干嘛的 那个是牦牛肉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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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洋葱炒瘦 洋葱炒瘦 啊,对对 这是白菜 大白菜 哦 大白菜跟小白菜 大白菜跟小白菜 对对对 还可以 还可以 嗯 嗯 在打油的 刚刚都不知道是哪里加,加哪桶油 现在搞定了,是热桶 然后开始浇油 那里有小油罐的 那里有小油罐的 有这种 那里好像有一个 看一下那里 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的漏斗 有漏斗 有漏斗就可以了 够不够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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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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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真的 很快的 就这样就这样 至少长下 真正的技术 量直对一点 别挡 对 再来吧 大刀 冯天 感觉要屏住呼吸 不好意思 量都快憋不住了 真是没办法了 一人两瓶油 我估计这个油还不够 哎呀 这个外形还是挺虎人的 190这么大 不加商箱不大 我想买KPT200 逆翻吗 对 不好用 建议你不要买 有什么 有朋友买了 他说不好 你还不如买我们这个 你买KPT200 这是它是谁了 也不好用 小毛病多了 水冷冰没什么用 我给你拉你后来 你打吧 能找吗 找肯定能找 看上去 看上去 看上去吧 对啊 能找就行了 3.2 等一下我试一下我的能不能找车 你试一下 试一下我的车 一枪找 好 嘿大家我是龙基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旅行的第36天 然后我们在今天已经10点钟了 那我们在一个四川 在藏民家 呃等说是个民宿吧 藏民家开着一个租民宿 这边是开了个房间 60块钱 哎 这边都是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 奶酪厂 一个奶酪厂 然后条件就是这样吧 一个一米宽的厂 但是我们两个人睡一遍 只要一个人确实太冷了 呃前面刚刚融雪 然后天气是非常冷的 冷到什么程度呢 我女朋友穿了两双襪子都觉得较冷 然后我们明天准备开始赶路了 大概还有100公里左右 等到 等到哪里啊 雅丁 还有180公里左右到大城 我们看一下能明天能不能到吧 喜欢温室请观众们 拜拜